林志颖去年遭遇严重车祸 经过一年的积极复健与休养后 目前身体状况已经逐渐恢复 近期他参加了路纵、披荆斩及的哥哥 在节目组对他的特别待遇 引发网门的热议 据悉哥哥们需要透过竞赛来获得住宿 最少的是两人房 最多的则是六人房 想要住更高级的房间 就要用竞赛的分数来交换 但如果剩下的分数太低 又可能会输掉之后的比赛 让选手们感到很苦恼 不过林志颖不需要竞争 一到宿舍就被分配到了单人房 扣除的分数则是以其他房间的平均值来计算 他入住后开心的向家人报平安 透露节目组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因此为他安排了单人房 甚至还有胡锦 大赞现场气氛很棒 我们纷纷大赞节目组真的是很贴心 与中国好声音相比之下 真的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